老公统计局5月11日报告称 4月份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 令消费者不堪重负 并且威胁到经济扩张 衡量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较上年同期上涨8.3% 高于华尔街经济学家预估的8.1% 这比3月份峰值相比略有回落 但是仍然接近1982年夏季以来的最高水平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 核心CPI同比上涨6.2% 高于预期的6% 加薪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尽管平薪时薪名义上增长0.3% 但是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工资 较上个月下降0.1% 在过去的一年中 尽管平均时薪上涨了5.5% 但是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.6% CPI数据发布之后 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虽然看到4月份的通胀年花率放缓令人振奋 但是事实仍然是通胀高的令人无法接受 通胀一直是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最大威胁 2021年美国经济增速曾经创下1984年以来最高值 油价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一直是一个问题 但是通胀已经蔓延到房地产 汽车销售和其他许多领域 联储会官员今年至今已经两次上调利率 以应对这个问题 并且承诺在通胀率降至2%的目标之前 还将继续加息 然而11日的数据表明 联储会任务兼具 4月份环比涨幅也高于预期 整体CPI上涨0.3% 而预期为0.2% 核心CPI环比上涨0.6% 而预期上涨0.4% 一直是通胀上涨主要推手的能源价格当月下跌2.7% 其中汽油价格下跌6.1% 而食品价格上涨0.9% 抵消了能源价格的回落 未经调整的数据显示 12个月以来能源价格仍然上涨30.3% 食品价格上涨9.4% 住房成本的持续上涨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占CPI权重大约1%的住房价格 4月又上涨了0.5% 与前两个月的涨幅一致 交上年同期上涨5.1% 为1991年3月以来的最快涨幅 受旅游业反弹的推动 酒店住宿成本上涨1.7% 机票价格创纪录的飙升了18.6% 航空公司将上涨的人油成本 转嫁给了消费者 新车价格上涨1.1% 为今年以来最大涨幅 二手车价格下跌0.4% 我还有一点资格上涨1% 我还有一点资格上涨1% 我还有一点资格上涨1%